有人都会有手脚冰冷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入睡前就可以做一个动作 戴上我们的手套 寒流来袭睡觉别以为棉被有盖就好 其实很多部位要加强保暖 细节要注意 戴上手套以及穿上袜子 那再躺上床 钟医师说睡觉想要更温暖 末梢神经血液循环加强 穿上袜子手套更好 另外起床前千万不要一下子坐起来 稍微活动筋骨 有医师说天冷睡觉时容易因为身体寒冷 就窝成一团全屈起来 这会造成肌肉紧绷 尤其在颈部可能落枕 如果没有做好肩颈部的保暖的话 而造成所谓失温的现象 那一旦身体的皮肤 皮肤直接接触到冷空气 有可能会吃进了脚感神经系统 医师提醒睡觉时肩颈没保暖 不止落枕不舒服 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严重可能猝死 可以多穿一点衣服高领 毛衣或增加一些衣物 覆盖在你的颈部跟肩膀 增加这些暖和 那基本上就可以减少 有可能产生猝食的风险 医师认为可以用围巾 毛巾丝巾盖住额头 叫好入眠 睡觉盖棉被的方法也有讲究 羽绒被要再更温暖 可以在底层铺上毛毯 躺上床再盖羽绒被 最顶端再多盖一条 博毯锁住热空性 在明治盖法让睡觉时更暖和 体备新闻什么的朝日人台北采访不到 原医师你说有个挤牙膏 这个名字好可爱 到底怎么挤啊 其实非常简单 道理就是冬天的时候 血很容易下去到脚 但它回不来 都塞在这个地方 塞在哪里 塞在膝盖一下 对 它就容易塞在膝盖一下这个地方 因为膝盖以上 血要回流 第一个心脏要好 把它吸回来 第二个就要靠 第二颗心脏 就是我们大腿的肌肉 还有小腿 小腿因为没有肌肉 所以你要助它一臂之力 助它一臂之力 所以刚才有一个 这样微微的往抬高 抬高的过程中 你的比目鱼肌就会有压扯的感觉 那等于是说 自然就会有点挤压这个血管的动作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我通常是说 夫妻之间 这个好朋友之间 可以互相帮忙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脚 微微的抬高一点点 一定要直 当然直一点的话 它比较容易回来 所以你从脚踝往下到膝窝 把血把它赶回去 因为它自己不想回来 心脏又帮不上忙 所以你用一个人工的力量 去把它扳回来 你可以做给我们看吗 很简单 就这样子轻轻地这样按上去 因为就像你挤牙膏 你不需要用力去挤 你只要轻轻地去挤 把它挤回来就可以了 三五四左右 其实也是顺顺地上来 不用挤断挤断挤断 千万不要用力 因为用力的时候 这边又是很表浅的地方 你又会让血管受伤 我们就希望血管不要受伤 所以温柔地去对待那根血管 就如同刚才那些药膏 你不要去用力挤那些药膏 但你轻轻地去挤 就会把剩余的东西 全部给它挤出来 好 那所以是回来的时候 做就对了 回到家里头 回到家里头 或者是我通常鼓励大家 如果你在办公室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找个地方偷偷抬高 自己去做一些回来的动作 如果回到家 当然是叫老公帮你好好做一做 那沈医师你说刚好啊 袁医师讲的那些位置 有一些穴位 对 像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内怀上 这里三寸这里有一个三阴胶 所以刚好中心有大阴 对 好酸喔 有一个三阴胶 再往上再两寸 有一个叫竹冰穴 好酸喔 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个 这个叫阴陵泉 都很酸 又酸又麻 为什么 然后你在按摩往上的时候 你的气血通了被打通了 又二脉了 好酸喔 然后我们最常用的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堵鼻下 这里还有一个竹三里 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这个 小腿的这些肌肉 去做一些按摩 然后恢复一些弹性 可以把血液往回挤 OK 所以这是中西医相通的地方 冬天 大家脖子的问题 除了一般酸痛会绕疹 那绕疹你就是一边这样 痠不过来 转不过去你给我这个经验吧 那个时候可以刮吗 如果要刮该怎么刮 比方好了 你现在是没办法转到右边去 那到底要刮哪一边 其实如果说我们这块肌肉收得很紧 它没办法转动 那我们刮一方面 因为这个地方没办法转动 其他肌肉会用力 所以其他肌肉我们先放松 最后我们才去碰到这块肌肉 但是轻刮就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收得很紧 它可能在发炎 你去用力刮它 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我们先教大家怎样放松上肢的血管 其实非常简单 就说万岁万岁就可以了 很简单 万岁 当你把手往上伸 万岁 请你用深呼吸 这动作其实非常简单 再做一次 就是你在深呼吸的时候 吸气的时候 把手往上伸 顶住三秒 尽量往上伸到最高 然后再慢慢放下 吐气的时候慢慢放下 好 再来一次 玩水 撑住 三秒钟 再慢慢的放下来 真的蛮简单的 嘿 再撑上去 呼吸 顶住三秒钟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再慢慢的放下来 这个其实就可以有效的 放松你上肢的血管 另外还要再做一个动作 很简单 你把右手举高 左手抓住你的右手 慢慢往这边撑 往侧边撑 然后再撑住个三秒钟 好 再回来 接下来 手 右手抓住左手 再往左边 一样撑住三秒钟 好 就这样子 就反复做这个动作 撑完三秒钟之后 再换另外一边 再换另外一边 好 这个动作我做个五组 再加上刚才的万岁动作 每天做 其实就可以有效的放松 你上肢的血管 另外就是下肢要怎么练习呢 其实我们常做一个动作 叫做深蹲 协助大家锻炼下肢的肌肉 让你下肢的血管 稍微比较通畅一点 其实很简单 深蹲大家都知道 其实深蹲 大家有很多种的讲法 其实我觉得不用做到这么的严格 我都会建议大家 双脚把它打开 地肩膀稍微宽一点点 你也不用一定要怎么样 好 接下来往下蹲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到底这个膝盖 可不可以超过你的脚尖 我常常在讲 其实每个人大腿骨的长度 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在你蹲下去的时候 你要感觉到压力是在脚涨 不要在膝盖就可以了 不要刻意去强调说 它一定有没有超过脚尖 好 我们来做一次这个动作 改良版的深蹲 好 我们先慢慢地呼吸 慢慢地呼吸 身体慢慢地往下蹲 好 这时候把你的左手往右边摆 就是深蹲加上摆腰的动作 一起做 撑住大概三秒钟之后 慢慢地吐气再站起来 再下来吸气 撑住三秒钟 好 再慢慢地吐气 一天一起做这个动作 做个食物组合 就可以有效地锻炼你下肢的肌肉 要持续地做 然后你的上下肢的血管 就会变得很通胀 拍打拨鸡 因为它每次就是拍完 你就会感觉到 整个血在那边热热的感觉 对 然后在拨你筋的时候 哇 整个就是伤起来了 你知道 有拍哪一个地方 是可以帮我们全身 就是松松的感觉吗 你会看到疲倦的人 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刚才做这个动作 垂背 那所以说拍打的话 其实第一个最简单 针对紧绷的肌肉区 比如说你肩颈 那我们就做一个锤 或是拍一个空掌 一个这样的空掌 做一个拍打的一个动作 一般来讲 我会建议用空掌 因为空掌的那个力道 比较温和一点 那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相信有很多女生 就是想要下半身循环 变好都会拍胆筋 胆筋喔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整个身体的侧面 侧边腿的这个地方 尤其是看到很多熬夜组 它肥胖是肥胖在哪里 身体的侧面 不管下半身 还有你看到整个腿 是往外扩 那个都是太晚 所以胆筋的毒素 淤堵的地方 就很适合拍胆筋 主要是这四个穴位对不对 环跳 风式 中毒 还有西洋观 特别是这个风式 很好定位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立正 立正的时候 你中指点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风式穴 那不关你的手指头长短吗 对 是以你个人的手指头 中指点到的地方 这么准喔 人体好奥妙喔 其实我们也不用说 那么精准 整个侧面 腿的侧面都是胆筋 所以我们要拍的时候 很简单握个拳头 然后整个身体侧面 这样子拍 从上到下 这样整个腿 腿这样子拍 其实很多女孩子在意的 比如说腿外侧啊 肥胖 或者是说我们常常晚睡 刚活大的话 就可以拍这个胆筋 那在拍的时候 我们是用拳的 平的这一面 可以用拳头平的这一面 那我可以用尖尖的这一面吗 尖尖的这一面 是有刺激穴位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这个风式穴啊 或者是这个穴位 就可以这个尖尖的地方 做一个揉捏 在穴位上做一个揉捏 我们可以在环跳 风式跟这个穴 中毒穴 还有西洋观 做一个揉捏 这边做揉捏的动作 我们人体淋巴聚集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腋下 一个是鼠膝部 那特别要注意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比较敏感 身体比较敏感 比较脆弱的地方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 一定用空掌 刚才讲的空掌拍 就不要用那个拳头硬去打击它 尤其像我们鼠膝部 有重要的动脉通过 如果说你用拳头大力去刺激它 刺激到已经不当的话 它那个鼓动脉 动脉可能会受到太过刺激 会有玻璃的一个危险 然后第二个我讲到是腋下 因为它腋下整个身体侧面 又是胆筋 刚才提过胆筋 所以除了脚的胆筋 手的胆筋 也可以这样子拍 我们从腋下 然后拍到身体的侧面 往侧边拍 尤其像女孩子会介意 腰的那个腰尾太肥 或有一些腰间肉的话 我们常常这样拍 才可以阻止脂肪堆积在我们侧面 那假设我们真的就是觉得 自己腰椎又有点胖 然后这边又有马鞍肉 毛起来拍 拍到瘀青可以吗 当然不行 其实最简单就是你拍起来 会觉得有点痠有点痛 皮肤微红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拍到瘀青 拍到瘀青反而是不好的事 对那是一个伤害 没错 因为心脏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马鞍 我们要让他有动力 蜜亚老师有招式 可以帮助我们心脏有活力 是的 其实大家常常会问我说 蜜亚老师瑜伽 他到底是可以去训练心肺吗 瑜伽大家想象当中就是 好像没办法练到心肺 对不对 那今天蜜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蜜亚独创的四核心瑜伽的训练课程 什么是四核心瑜伽 四核心瑜伽 它是在传统瑜伽的基础上 又加入了皮拉提斯 纵训徒手动作 以及心肺的训练 OK 跟着我一起就站好 站立双脚并拢 双手插腰预备 然后准备好是替代的动作 我们鼻吸鼻吐 深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呢 右膝盖提起来 双手在右膝盖下方 击掌 再来吐气换边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保持稳定呼吸 记得不要憋气 把意识力放在吐气上 吸气它会自然的发生 OK 如果说身体的状态允许的话 那我们就要做完整的动作了 跟着我一起跳起来 加强强化我们的心肺 开始 一样右脚先起来 用嘴巴去吐气 开始咯 吐 一 二 三 很俏皮 勇洋哦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对 我会建议大家 给它跳个三分钟 三分钟 一首歌的时间 播一首你喜欢的音乐 如果中间累了的话怎么办 那我们就回到替代 慢一点 不要停就对 不要停 如果都完成了之后 一样原地插腰走一走 不要立刻停下来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做非常基础的心肺训练 就是开合跳 开合跳 一样从替代的动作开始 我们双脚稍微打开来一些些 跟骨盆一样宽 双手在我们骨盆的两侧 吸气的时候 右脚往外 双手往上 轻轻的挤掌 好 稍微加速一点点 换左边 回 右边 回 再来 左边 回 右脚 回 左脚 那初学者或是你身体的状态 不允许你做太多心肺训练 做这个就好了 是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要增加强度了 好 开始一样 预备动作 双脚打开跟骨盆一样宽 手放在骨盆的两侧 来 注意嘴巴吐气 鼻子吸气 千万不要憋气 准备好了 开始 1 2 3 4 5 加油 6 7 8 6 9 10 但是还好吗 三分钟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时间过得很快 三分钟到了 OK OK 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 我们随时随地 就像在看电视机前面 也可以做 也可以跳一跳 柔软度是有非常大关系 但是大部分的人 柔软度好像都没那么好 米亚老师有招式 可以帮我们训练一下 可以加强一下吗 是的 在四核心瑜伽 就是伸展核心的训练里面 最最最简单的 来测试我们身体柔软度的方式 就可以分成上半身跟下半身 我们十根手指头先互扣 来测试我们肩膀的柔软度 我们慢慢的把手掌 推向你的肩膀的前方 手掌心朝前 保持伸直的状态 慢慢的往上 想要把你的手肘 带到耳朵的两侧去 手臂完全的伸直 这个时候 你伸到极限的时候 手臂完全伸直 你去观察一下 我手肘的位置 现在是在哪里 如果说 我的手肘的位置 现在是在耳朵的前方 否则我的手肘 我的手肘就要变弯了 才能往后 这代表说肩膀的柔软度 活动度不够 要开肩了 如果可以伸直 再往后 就代表说 我超柔软 非常柔软 心地善良就会柔软 心都要柔软 肩膀要往下沉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状态 避免抗医师这样 抗医师做了一个完美的座物示范 就是不可以耸肩 不可以这样 放下来 手臂慢慢地推到直 送向耳朵的后方 这就是最简单来测试我们肩膀柔软度的方式 再来下半身 跟刚刚康医师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一样来到坐姿 双脚并拢伸直之后 脊椎要延伸往上长高 双手放到臀部的后方 来轻轻推地 如果说你的下半身 腿后侧的柔软度太差的话 你的背部是没有办法打直的 撑不起来 对 因为下半身的紧绷 会限制住我们上半身的动作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当然如果还可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 吸气 脊椎延伸 吐气的时候 手慢慢往前 不要让你的背发现 让你的背还是保持直在这里 对 OK 吸气 再脊椎延伸 吐气用你的手指头慢慢往前走 看我的背 它还是打直的状态 保持这个状态 慢慢往前走 慢慢往前走 一直走到你的手在你的脚上为止 这个训练柔软度 没错 多做一下 可以增加你的血液循环 阿姨 有没有觉得最近天气还蛮凉的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记得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帮我多戴一件外套 那如果外套还是暖不了你 那就试看看老师这首 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们一起来跳跳广场舞吧 来 音乐请下 青蛙王子 林峰瑶 好 观众朋友 帮老师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很林峰 林峰瑶 看我的今天的造型就知道了 我们的造型是换了 来 山峰点火 冬天里的一把火 山峰点在哪里 点在这儿 有没有很低 有 因为我们老师说 做人身段要放低 好低 你的大眼睛在哪里 让我看到你的大眼睛好不好 Disco Point 好多星星 副歌 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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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忍吗 老师这把火给你 会唱吧 一把火 大声一点 来了 山峰点火还记得吗 不觉得这套衣服很适合跳这首歌吗 林峰瑶 阿姨我想问你 青蛙是什么颜色的 错 青蛙是青色的 因为青蛙嘛 来了没事我问一下可以 山峰点火 你就像的红天地的一帮火 不知道没有 有觉得这首歌足够 来代表你的外套吗 嘿 后面两位漂亮的美女 你们还好 来喔 眼睛在哪里 青蛙眼睛很大对不对 你们就像天上星星那颗星 你就像那一把火 火咧 这边后字帮我后字强一点 这个僵尸跳 你就像那 入秋了 各位 麻烦你的火 大一点 我们要来solo了 solo来了 看一下老师这个骨盆舞 有没有很有力 有 观众没有看清楚 我们再跳一次 啊 你们没有发出一点尖叫声 来了 林峰瑶 好 各位朋友 有把你的弓箭布压好吗 不只可以板动作 还可以顺便伸展 是不是 没办 那你记得要踩稳哦 要不要再一次 要 再一次 表情 什么摇 凌风摇 三峰点火 再大一点 这是我生命里 跳过最大的一次了 我可以哦 待会一定要赏星星给老师好不好 我是用生命跳的 嘿 你 你 你就像那 一把火 一把火 嘿 好 记得在家 不要玩火哦 还要注意哦 我们用手比出来就好了 后置哦 记得 帮我们后置 火大一点 再一次 你就像那 一把火 僵尸跳 熊熊火焰 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 一把火 我们就停在这里 火给我 憲大哥 你刚刚都有拍到吧 OK 掌声鼓励给自己 哇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姜文静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有帮忙的话 请按下影片下方 超级感谢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哦 谢谢大家